綠色一大棵西蘭花 有不少人喜歡亦都有不少人不喜歡 有人嫌它口感太刺塑膠 有人嫌它草青味太過濃烈 雖然樣子差很遠 但西蘭花和人人追捧的羽衣甘藍 原來都是一家人 同屬雲台屬植物 常見的還有椰菜、芥蘭、燒菜和椰菜花等等 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科學家更發現 西蘭花亦是超級食物 因為它有一組基因 能累積大量多酚 從而減少鹽症引起的疾病 現在要搞清楚究竟什麼是鹽症呢? 其實它是身體的防衛機制 當我們受傷、出血和感染的時候 血液就會加速流向患處 藉此修復損傷、虛除異物 同時就會帶來紅腫、發熱、痛等狀況 但是發炎也有理有弊 慢性的鹽症會增加患上關節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這個時候多酚就能發揮功效了 多酚的抗氧化能力 有助身體消除自由基 有一個抗衰老的作用 也會減低患癌的風險 另外它都有抗發炎的作用 可以防止血小板凝結成塊 而形成慢性的炎症 所以有助預防心血管疾病 而且它們的分子結構都頗穩定 煮食過程中不容易流失 但是因為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所以研究人員就打算透過基因技術 與其麻木追隨昂貴的羽衣甘藍 平日多點吃西蘭花也不無小補 畢竟大家都是雲泰叔 不用分這麼小啦